新豬肉高麗菜餡餅 什么新豬肉 是素的啦 别紧张 翻面再一次把它盖起来 再给它煎一下 两面煎稍微浅黄 非常好吃 今天我就是要用 这一个Alming Puck 来做个馅饼 可是大家不要误会咯 它是纯素的 不是荤的 那它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去调味道 你自己去配 所以它的用途 其实是很广的 对这个素食者来讲的话 如果要做一些变化 还蛮好使用的 那剩下如果有材料的话 我可以再拿来包水饺 今天我要用高麗菜 跟这个Alming Puck配合 一般来讲 高麗菜为了要 让它方便储存的话 如果没办法放冰箱 那你就可以像我 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它放一个水 让它这个头这里 那你要吃的时候 就一片一片的剥 然后你如果剥完 你的份量之后 泡在水里 它就会长出根来 那它还是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 也不会占你冰箱的空间 然后又有新鲜的菜可以吃 然后到时候 如果已经剥到剩下新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可以放在水里 让它去冒这个小结球 其实也是蛮营养的 多少还是有一点新鲜的 尤其在现在进竹期间 我们要少出门 有些菜的部分就可以这样子来养 也会有一些新鲜的青菜 保持在那里可以使用 那我把刚才剥下来一片一片的 然后我们把它切 切成比较小片的 然后加一点盐巴 加一点盐 然后我们就拌一拌 然后这个就起到脱水的作用 然后等一下跟那个 Farming Pop 就比较好拌在一起 才有黏着性 那疫情期间我们也吃得简单一点 可是还是有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没办法外出用餐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变化一下 就做个馅饼或者是盒子饼来吃吃 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的 红萝卜把它淘湿了 然后现在撒一点盐 让它软化 因为红萝卜本身水分不算多 你只是要让它软化 然后等一下跟Omin Park 还有高丽菜去结合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盐巴 跟它拌一拌 好 一樣我们给它静置一下 那这是我们切好的香菇丁 那等一下我们先把它炒香一下 然后再材料一起混合 好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香菇放下去 我们先不要放油 因为先把那个香菇的水分给炒掉 然后这样子香菇它的香味才会逼出来 不用开太大火 小火慢慢炒 等一下有香味的时候 我们再放一点油 让它更香 好了 我们已经炒得很香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跟其他的材料 配在一起 这是我们刚才静置 让它脱水软化的 好 那我们这个水分它已经出来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把水分去掉 然后再把它换到那个玻璃盆里面 大家一起搅拌 看一下这么多水 好 把水分抓干的放进来 那红萝卜也是 那红萝卜它出水很软 很少 可是最主要是要让它软化 然后我们把刚才炒好的香菇倒进来 真的很香哦 其实你还是可以加你想要吃的其他的材料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把这个新猪肉放进去 我们把它剪开 我有看它的成分 它是没有五辛 没有任何五辛的 所以如果是不吃五辛素的人 这种东西都可以吃的 非常好用 因为它的材料 看它的材料就是 碗豆那些 碗豆去做的 主要材料是碗豆 我想现在世界各地 应该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它 因为它不管在台湾啊 也有进口 现在吃素的人真的很有福气 因为好像在发展这个素食产品 相关产品的企业啦 公司行号真的很多 所以现在吃素来讲的话 就不是像以前 人家就会觉得吃素很简单 怕营养不足 现在科技来讲的话 素食产业现在真的是很蓬勃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调味 本身新猪肉里面 它是有一点盐分在 所以你调味来讲的话 你自己看你适量 那我先加一小瓢的盐 因为我们做出来 不管你是做水饺或做菜饼来讲的话 煎好来讲或是煮好来讲的话 你都可以加调味料 沾调味料 所以内馅的部分 你就可以自己稍微斟酌一下 那我们胡椒粉加一瓢 我加一点点花椒 我也加一瓢我自己打碎的茴香粉 那这个因为做我们也换一小小瓢 少少的香菇筋 然后我们加一条的酱油 然后再加一条的麻油 然后再加一条的麻油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拌 我们把它拌匀 其实它就很黏了 我都没有加其他的粉 它真的很好用 真的就是 所以它会取为新猪肉 就是让 让你用起来像猪肉一样好用 有黏着性 可是名字有一点取得不太好 因为我们吃素 其实就是不杀生 可是它用猪 那它用猪 好像我们又对待动物不太友善 拌匀了 然后你觉得它粘稠度OK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拿来包水饺也非常OK的 我现在已经拌好了 所以我现在来准备做那个馅饼皮 现在我们来做馅饼皮 首先我们先秤足400克的中筋面粉 倒入搅拌盆盆内 今天我们做馅饼 所以我们再准备200克的滚水来做烫面 先将搅拌器打开搅拌一下 再慢慢加入滚水 200克的滚水全部加入 让机器去搅拌 这是我先想打拌 我要把它拌好 然后打开均匀 总射 都支持滚水 放开均匀 换烩水 是 有没有 所以最后 你知道我们做一个 点击我的 它是 壮 我们来准备80克的冷水 等面团成型之后 再加一点冷水 让机器去揉 注意不要一次加完 要看看会不会加过多太年了 今天我们只是加了一点 没有加完80克 大约加了30克而已 加冷水的主要目的是 让面团更加的Q弹 机器揉好面团之后 取出来 用手再揉一下 主要是可以使手上的远红外线 渗入面团内 吃起来有手擀面的口感 更爽口 今天每一颗馅饼皮 我们用50克来包 吃起来更有饱足感 这个真的是蛮很好包 粘性很够 所以我们就这样 然后像包包子里面 我们用一个馅饼 然后我们这里把它捏了 然后你就稍微压一下 就是一个馅饼 等一下我们包好的时候 我们就拿去煎 这样子 跟包包子一样 很好包 因为普通如果不是用这种 新猪肉的话 它就是比较松散的内馅 那我们又要加很多粉 那我这个都没有加任何的粉 把它捏紧 因为这个是烫面的关系 所以真的很柔软很Q 煎起来应该皮也是很Q 所以很好包 也非常好包 今天我们400克的面粉 大概就做了十几颗 因为这个我一个面团 大概在50克左右 所以十几颗 因为不算很大 大概一个包子的大小 所以我们一包的新猪肉 其实你看 就可以做十几颗 那如果说你菜放更多的话 应该就可以做更多 我菜放的 跟它的比例大概 差不多一半一半 菜量不算是很大 今天我们400克的面粉 我做了十几颗 等一下我们要去煎 我们也可以吃 这十几颗也可以吃好几餐 那你如果吃不完的话 可以放冰在冷冻柜里面 然后要吃的时候 随时拿下来再煎 我们剩的这些馅 也可以另外又包一些饺子 捏紧 然后就才比较不会散开 也可以煎或水煮都可以 可煎可煮都可以 你看我们今天准备的馅料 就可以包了十几颗的馅饼 还有这么多 这么一盘的水饺 你看它的份量是很足够的 先倒一点油下去 放下去 先给它煎 煎到一面 有一点颜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翻满 我们现在加一些水 去把它煎熟 盖上袋子 像水煎包那样子煎 面粉才会熟 因为它稍微有一点厚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水 那等一下水快干的时候 我们就翻面 好 我们现在准备来不开了 因为水快没有了 然后我们把它翻面 翻面再一次把它盖起来 再给它煎一下 两面煎稍微浅黄 好 我们差不多了 开开 翻过来看 哇 这个比较黑了 这个因为在中间 所以它就比较黑 好 那这样我们就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起来 好啦 我要来切给大家吃吃看 切开来 很好吃喔 非常好吃 新鲜美味的新猪肉高丽菜馅饼 真是好吃 您也不妨自己做做看 美味健康的新素食 就在Off Talk 轻松生活频道 欢迎您来加入我们喔 希望您能支持 Off Talk 轻松生活频道 赶紧订阅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